之前张艺兴拍摄《老九门》的时候,剧中有一段哭泣,而他在拍摄结束后还常跪不起,泪流满面,最后还是被工作人员给拉了起来的。 邓伦也是之前他和杨子合作的剧大热,然而在这一次采访之后,邓伦居然表示自己已经在这部剧中入戏太深了,只要看到杨子就会问,你为什么要把我刺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每次都把杨子吓得撒腿就跑。 哥哥张国荣也是他在饰演异度空间,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因为这部剧比较悬疑,所以有很多人都怀疑哥哥是因为这部剧患上了抑郁症并且选择了跳楼自杀,虽然只是谣言,最后说的是包青天的扮演者金超群,金超群也是沉浸在这个角色中了,别的角色基本都不拍,而在现实生活中的他也把自己当成了包青天。